好 最近消息 台铁基隆站又再度被恐吓的对象了 那么旅客咨询系统有收到留言 声称说在基隆车站的北战河南站 是放了炸弹 而且也预告说在3点25分引爆 那么基隆市警方还有铁路警察 都非常重视 一块来看 好 那么包含像是可能会藏匿的地方 垃圾桶 工具间或是闲置角落 这个警察都一一的来检视 目前是还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铁路警察也请旅客不用太担心 相关的人员会持续的来进行巡检 确保旅客安全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